Hello 大家好 嗯 想跟大家聊一个事情 就是我想去把我这课 跟随我26年的这个好朋友给摘掉 对 就是我这课制 就到时候你们看这个log的时候 可能我已经恢复好了 你们看得见我这有多热吗 然后树上一堆东西 可是我还是想说 多拍一些日常给大家看 今天穿的超级的舒服 这里一个背心 然后一起去拍我的拖鞋 然后我要去逛逛街 走吧 人太多了吧 这是解放碑 哎呦 怎么找不到我的人 诶 我在这 我要去 现在想去看一家买手店 哎呀 这个镜头怎么了 来到一个牛排店 这超想吃牛肉的 然后我刚刚就看了买手店了 没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就没有给大家拍 然后就没有给大家拍 然后好小一个的吃饭 就这次就来 随便找了一家七女肉的店 我真的好少这个镜头这样讲话 我不好意思觉得 我总感觉有点疏狂 我总感觉旁边的人去看 算了 这是一个挑送 放才能让你们看得见吃的 就是这个白色的我要 我要把它拍吃的 然后但是现在一直对着我的脸 然后我也能看得见 然后怎么把它转到后面去啊 哎呀 我发现了 就直接把它转过去就好了 然后再把这机器也过来了 这个是鹅肝 还有牛排 我好喜欢吃鹅肝的 拍动哦 嗯 真的很好吃 如果世界上只能吃一种肉 你们吃什么 我嫌猪肉 因为我超喜欢吃猪肉 我可不能把他在猪身上给啃 那种五花肉什么的都是猪肉 回锅肉什么的 你们嫌是吗 我让你拍照 一片狼紧 我买了 走人了 好困 太好睡觉了 还是喜欢和朋友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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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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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都黑了 深夜的talk 今天就是 想跟大家聊一个事情 就是我想说 拍这个呢也没有说是很 认真很正式 但是我只想你们分享 就到时候你们看这个vlog 的时候可能我已经 恢复好了 想去把我这颗 跟随我26年的 这个好朋友给摘掉 对就是我这颗痣 你懂吗 其实还是社会有感情的 因为他还是 跟随了我这么久 也不是说因为漂亮 因为我从小到大也是一个爱漂亮的人 所以他 其实没有很阻碍我的 自信 父母那一辈好像有很多说是 知识 有些是福气 对吧 所以也没有想说要去把它点掉或是干嘛 当然我也是和母母商量过 然后还有去 咨询了专业的医生 都是一个最近的想法 就是很 也很突然 然后我就去咨询了医生啊 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 有专业的医生就跟我说是 有癌变的风险 因为有一些是因为黑色素沉淀嘛 明天就要去做这个手术 好的坏的肯定大家都有说嘛 我觉得这个视频出去之后 但是我拍是想 第一是也给自己留一个 留一个 纪念吧 我这个是要去做一个那种微创的小手术 然后也要是缝一点小针的 所以其实对于之后的面部修复这种的话 就是有一些疤痕啊 他肯定要去用很多疤痕的药啊 或是我也不太清楚之后有修复的一些那种 遗弃没有啊 或是怎么样 如果你们知道的也可以推荐给我 我这个是七天拆线 好可怕 其实我想想还是很可怕的 毕竟要缝针 我还是很 跟他相处的是很友好的 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化妆 好吧 明天就要跟他say bye-bye了 好安哦 明天见 可能我屁股 快点 我坐完了 其实 没有什么感觉啦 就是打麻呀的时候有点痛 他后面全程就有什么感觉 有一点 就是要站在里面 帽子在里面 OK 我刚刚忘记记录了 我现在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然后去换了第二次药 还是帮着的 然后明天再去换一次 大家后面就要拆下咯 哈喽 刚刚又换完了药 然后再买新巴克 一会儿给你们讲 今天要去做一件大事 买完上车给你们讲 OK 刚刚我说的大事就是 今天我要上仙女山 因为我爸爸妈妈一直在那里 然后重庆太热了就上去避暑 然后明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然后我今天上去给我妈妈一个惊喜 他们不知道 每次过生日的时候 尽量会陪在他们身边 然后如果不在的话 我也会以不同形式 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 然后因为仙女山的上面的 那个住的地方我没去过 然后我就提前跟我爸爸商量了一下 因为一贯一直以来的话 我其实也是会连我爸爸一起骗了 但是这次没有办法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我的小助手 然后他就提前把地方发给了我 然后我爸爸现在非常激动 然后我又不知道他的演技怎么样 然后我也不知道会不会露线 算了不算了 然后我就出发啦 给他们一个惊喜 上山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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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失目标 好丢 空气超新鲜的 哈哈哈 我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然后刚刚跟我外公 还有我爸爸他们 我们在聊天 然后我妈妈他们还在散步 然后等他们回来 给他们一个大惊喜 对不起